各位电影界的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电影《风神第一部》 《祝梦北京首映》里的现场 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人兰宇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这里 欢迎各位的丽临 电影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一刻 非常的不容易 我相信大家也是期盼已久的 而《风神第一部》呢 为大家讲述了 《伤亡殷寿勾结狐妖打击 暴虐无道引发天谴 昆仑仙人江子牙携风神榜下山 寻找天下共主已久苍生 而西伯侯之子激发 逐渐发现了殷寿的本来面目 反出昭歌的故事 电影终于将在7月20号 和广大的观众正式见面了 今天呢 我们的众多的主创们都来到了现场 也将正式的和观众来分享 幕后的故事和大家聊一聊 影片背后的创作 那么首先呢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 出席我们今天活动的 各位主创 以及各位出品方的代表 他们是导演 吴尔善 欢迎导演 祝贺导演 终于迎来了今天这样重要的时刻 欢迎导演 请您落座 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 监制江志强先生 欢迎您 你看就是幕后英雄啊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编剧 冉屏老师 编剧 冉雅男 欢迎两位 谢谢两位写故事的人 欢迎你们 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 美术指导 造型指导 叶锦天老师 欢迎您 谢谢您为这部电影 奠定了非常精美绝伦的 美学风格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 摄影指导 王玉 欢迎您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主演 费翔 欢迎 你们的欢呼声 尖叫声在哪里 再感受一下 你们的热情 欢迎 欢迎费翔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李雪剑老师 欢迎您 欢迎李雪剑老师 也谢谢您 精彩的演绎 欢迎您 请您落座 谢谢 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 黄渤 欢迎黄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的是 主演于世 欢迎 激发的扮演者于世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陈牧驰 接下来我们 欢迎电影当中的 女主演 纳燃 欢迎纳燃 欢迎主演 死沙 电影当中 杨俭的扮演者 接下来 接下来欢迎 武亚凡 哪吒的扮演者 已经长大了 长高了 欢迎你 接下来呢 我们欢迎夏宇老师 欢迎 好 我们欢迎 袁全老师 欢迎 欢迎演员 侯文元 欢迎文元 欢迎黄西燕 欢迎西燕 欢迎演员 杨乐 让我们欢迎 仙气十足的 陈坤 欢迎各位主创的到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的是 各位出品方的代表 他们是北京文化董事 兼董事长 李莉 欢迎您 北京文化董事 兼总裁 严雪峰 欢迎您 电影《风尘第一部》的制片人 罗珊珊 欢迎 世纪长生天影 业有限公司出品人 吴学军 欢迎 人气最高的一位 在这儿呢 欢迎您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电影《风尘第一部》的制片人 孙夜 欢迎 欢迎《风尘第一部》的制片人 乌尔汗 欢迎 原来如此 魅力最高的一位 原来是您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猫眼娱乐的CEO 郑志浩 欢迎 后边还有呢 这个群众基础真是非常不错 当然未来我们的宣传也要多多依靠猫眼的助力 那么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们 我建议大家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媒体朋友们的到来 欢迎各位 希望你们多多为《风神》第一部来宣传助力 我们都知道《风神》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古语有云十年魔剑终成风 一朝破竹势如虹 那么今天电影终于要和大家见面 各位主创将和大家来分享幕后的故事 首先呢 就让我们有请上导演乌尔善 主演费祥 黄博登台 有请三位 保持刚才的热情好吗 朋友们 太棒了 欢迎欢迎三位 好 我们先请三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导演 大家好 我是《风神》第一部的导演沃尔善 大家好 我是费祥 我在电影《风神》第一部里面演的是《伤亡音寿》 大家好 我是黄博 在《风神》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里面演的都是江子牙 欢迎黄博老师 还为大家预告了后面两部 今天是闪亮登场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重要的日子 期盼已久 那么多人的努力 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几千人的努力 将近20个国家的人的投入 然后完成了一个史诗级的这样中国一个风神 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品 这个确实是值得期待 而且今天确实是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也替导演高兴 是的 今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其实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盛大的手印礼和活动了 对于我们电影界来说 《风神》是万众期待的 而我相信今天也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大事件 而对于导演来说 应该心情特别不一样 历经了九年多的时间 我记得前两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您还讲到小儿子正好是九岁多 好像就是电影的一个活作标一样 小儿子是在电影拍摄之前出生的 是吧 其实是大儿子 我的大儿子阿弥勒是在2014年6月出生的 在2014年6月 我们《风神》第一次正式的开始剧本的策划 召开了第一次的剧本策划会 然后到今年的6月 他九岁了 站起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阿弥勒 他就是我们这个电影的坐标 而二儿子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出生的 原来如此 那么其实我相信《风神》也像导演的一个孩子一样 悉心地呵护成长 那么今天电影和大家见面 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一直期盼的观众说吗 一言难尽 我还得梳理一下最简练的方式 我是觉得做这部电影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 因为《风神》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公共神话 是我们所有人的梦 就是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用这些时间付出我们的才华 付出我们的激情 付出我们的耐心 共同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神话的梦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有意义 然后我能跟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的剧组的主创演员朋友们 包括后面的宣传发行的团队 让这一部电影真正在电影院里面上映 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电影的梦想 我之前老发一个朋友圈里老发一句话 就是来自一个我们蒙古民族的一个英雄 他说的话是 不要因路远而迟出 只要出发就必到达 所以今天我让这个电影终于到达到电影院的荧幕上 完成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也希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和信任 谢谢大家 谢谢沃尔善导演动情的一番话 我相信不仅到达了我们荧幕上 也到达了我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 这部电影也将成为我们华语的神话电影史诗的 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 那么站在导演身边的两位呢 是导演精心挑选的主演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选择费翔老师 来饰演商王 以及黄渤老师来饰演江子牙的角色 这个 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关于风神的影视作品 包括动画片啊 还有小说书啊之类的 可能大家对这两位角色 都有各自的印象 但是呢 因为我们做风神三部曲的电影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非常扎实的依据 重新去塑造这两个大家已经熟悉的角色 让大家有全新的感觉 所以呢我在很多历史典籍和小文学的文本里面 找到了一些依据 就像费翔老师这个形象 其实符合我们找到的一个 寻子 寻框 寻子先生在飞相片里所讲到的 伤亡阴寿的形象 他说 地心 也就是阴寿 长聚娇美 人中之劫也 金丽 金丽 尽月 百人之敌也 我觉得这个明显是在描述费翔老师 他怎么会知道费翔老师长得这样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很著名的一个历史人物 司马谦老师 他也在史记里描述了咒王的性格 他说咒王是知足以俱见 言足以是非 就是他的知识面非常广 能拒绝任何人对他的辩论 同时他还有非常有口才 他能把坏的说成好的 所以我们整个电影里的人物的性格 其实来自于司马谦老师对咒王的描述 我们重新找到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感 和可信的一个反面人物的丰富 对 您刚才说这是PUA大师是吧 对对对 跟所有的质子这个洗脑 对通过语言就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做 他想让他们做的事 他有足够的魅力是吧 那么黄渤老师也在等待着呢 为什么选择呢 勋子曾经说过 连江子牙黄渤尚可 但司马谦老师说 我跟黄渤不熟 黄渤的这个江子牙 我是觉得可能也突破了好多人对江子牙的想象 比如一般人想象可能先锋盗鼓啦 什么各种聪明机制领兵带兵如神啊 什么这样的 但其实我们是重新读了风神演义的原著 读了很多遍 我们在后来在许仲林老师的原著里面 找到了对江子牙的一个视觉形象的描述 他说江子牙白手牢骚泪野人 就长得很野 头不都白 不好意思穿错衣服了 不是我们想象中 或者我们概念里面的那种先锋盗鼓 它是有一种世俗的魅力 是吧 刚才说是平民的智慧 然后你看我们电影的结尾的部分 江子牙白手牢骚 烹头垢面在那钓鱼 因为饿了好多天了 基本上是来自于风神演义 对他的一个很准确的描述 那我们也请费翔老师来说一说吧 这次扮演《伤亡》这个角色 很多的观众都期盼已久 因为是您时隔多年重回荧幕 有什么样的话想对期待您的影迷朋友们说吗 一直不断地记住我 支持我 鼓励我 能够让我走到今天 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演这么好的一个角色 我要感谢导演 给我这次机会 这次应受这个角色真的是 让我实现了我的很多的电影的梦想 从来没有实现过的 我希望这部电影大家会喜欢 也会喜欢我当中的演出 谢谢 谢谢费翔老师 那黄渤呢 赞同刚才导演所说的嘛 你觉得自己和江子牙有哪些相似之处 为什么我刚才因为这个大剧里面形象一定是丰富的 首先不论谁是谁 我们今天一看 眼前这一众多么的养眼啊 这个就是真的是 但是尤其智子团我在现场看都觉得是就是荷尔蒙爆棚 无论是从气势上 从整个的就是出来的整个的带的那股劲 它就是不太一样 那其实我说对于人物的理解一样 对于江子牙 其实我说我们平时会一般会想到的江子牙 这个什么江子牙这个院子上钩在钓鱼 好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他的智慧应该是在世俗中民间生长出来的 而不是像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神仙靠修炼 纯实修炼修炼出来的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有这一部分 而且针对于整个剧作的结构来说 可能只有江子牙这个身份以及这个人物 在里边可以完成对于整个剧的色彩的调剂 节奏的调剂 所以说他是一个线索型的人物 所以说我也很高兴能够这次 能够饰演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也承担了好多人 对这个角色的一些期待 可能有所偏差 但是也可能有所收获 一定有所收获 听说还是老乡是吧 山东老乡 对 这是齐国的这个建立的齐国 那我这个从小生长的地方 青岛就是在这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由衷的那个亲切感 对 我们一起去看看黄渤演的江子牙 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一定要在电影院当中来见分晓 那么今天呢看到飞翔老师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份自律 在电影当中还有一场击鼓的戏 已经发布这个小视频之后呢 就冲上了热搜 让我们通过视频来领略一下 飞翔老师的魅力和风采 请开大屏幕 羡慕吗 那岂止是羡慕啊 还有什么 垂涎欲滴啊 因为之前我们还有别的戏 真的是 我觉得每次看到 飞翔老师 现在一个是认真 另外一个 他对自己的那个约书文管理 因为他特别重视这个角色 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用到角色上 白天拍完了以后晚上回去 或者早晨出宫之前 他都在做身体的塑形 他要完成导演心目中那个 咒王的那个形象 那江老师您自己来说一说 为了在造型外形上更加接近 究竟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呢 我要说我其实是一个 第一我是一个易胖体型的人 第二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我一般呢 真的没有这么愿意去健身房 这么拼命 可是这次呢 我明明知道 就应受这个角色一开始 就是在战场上 他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武将的一个身形 所以为了实现这个角色的身形需求 我就必须得做一些准备 我所以必须要做的 我必须每天在这个健身的这个中心 我每一次都是看着我们这个年轻的新人演员 他们也在那里拼命地练 然后呢 我就觉得好吧 我这个年龄也可以跟着你们 你们这样练我也可以这样练 我就每一天就看着他们 看到他们 然后给我很大的鼓舞 我也就跟上这个节奏了 所以幸亏呢 是应该说是可以完成了导演的原先的愿望了 所以特别的高兴今天 真的 费翔老师啊 每天三点半就起床健身 然后投入到剧组的拍摄过程当中 所以我相信自律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敬业的费翔老师 谢谢您的付出 接下来我们该看黄渤老师的视频了 您也有这样的吗 没让漏 那我们来看看黄渤老师的装造的视频 一起来看大屏幕 化妆了八个半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另一种帅啊 为了靠近角色天天熬夜啊 就是为了 这个装是每天要几点开始花 花多长时间 这个装试装的时候是花了八个半小时 然后平时每天在四五个小时 根据有没有伤啊有什么的 就基础都在四个半小时左右 所以说一般人化妆是这个对脸的考验 我化这个妆是对屁股的考验 你知道吗 真的做的时间太久了 就是屁股会痛 而且因为你不能动 你也不像可以看手机 可以什么 你刚才看到手也要画 就只能躺在那 然后你就清醒的时候 我几乎把前半生的事都想了一遍 你知道吧 因为每天四个半小时躺在那 对 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在那听有声书 有的时候觉得实在太无聊了 有时候听点什么鬼故事啊 因为还有跟道法有关系的一些 神神鬼鬼的故事 化妆师半夜四点半 陪着我一块听鬼故事 你知道吗 也很恐怖 但是呢 这辛苦啊 其实就是 对于你最后的那个造型来说 还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它也给了我一些信念感 当这个形有了以后 慢慢你知道你的步履 应该调整到什么节奏 你的语速调整到什么节奏 对 我听说您还拿了自己父亲的照片 给导演和我们的造型老师是吧 对对对对 我父亲可能 形象比我更接近一点 对 因为它的结构更清楚一些 而且父亲年老了以后 我觉得人应该有的那个样貌 以及状态 包括古落怎么能够更清晰的 能够对皱纹的激励走向 后来也根据这个也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在电影当中 我们会看到非常具有着岁月感觉的 这样的江子牙的形象 那黄伯老师说的轻松 大家想一想 从早起化妆到最后拍完之后 还要把这一套都卸下去 对 应该皮肤会有很大的伤害 卸下去 对 真的是 人一般好像说这种全部的 就是每次其实跟撕下来差不多 一点一点一点 有的时候早起 已经憋了好长时间了 就有时候再快 那个对皮肤损伤害还挺大的 一般人可能几天三四天要休息一天 他那个伤害太大了 我是没事 我就可以天天都这样 脸皮厚也是有好处的 你知道吗 抗奏 所以说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辛苦是很辛苦的 有时候天热的时候 他一流汗 那个胶就鼓起来了 鼓包 然后用针一扎 一个水 就滋出去了 那就是流汗 但你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能花费这么大的一个 其实很贵的 因为每天一套是不能重复用的 今天这一套用完了 包括头发 包括眉毛 一根一根扎进去的 这些用完了以后 今天撕掉了 明天就是一个新的 所以其实还花费挺大的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觉得能够参与到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完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其实挺高兴的 但是就有的时候 装扮完了以后 今天的这个场景里边 只有一个镜头 就是江子牙回头 忧虑地看向远方 然后到这 好 来 回头一看 好 好 停 哎 卸妆 这个还是比较痛苦 黄渤老师总是那么幽默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背后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也让我们把掌声 送给敬业的黄渤老师吧 谢谢 期待您的精彩的呈现 那么在电影当中呢 还有两位女演员 她们至关重要 她们的角色呢 和飞翔老师饰演的伤亡 有着非常重要的情感纠葛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欢迎电影当中的主演 纳然和袁全 有请两位 欢迎 欢迎两位 我们先请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袁全 在《风神第一部》里扮演江王后 大家好 我是纳然 在《风神第一部》扮演苏打几 欢迎纳然 这是纳然的第一部大荧幕作品 来 我们还是请三位 也沾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我们请导演来说一说 为什么选择 纳然来试验打几这一角色 纳然其实能够得到打几这个角色 真的是万里挑一 因为我们在全球有八个选角的团队 希望在16岁到22岁的年轻人里面 去找到我们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几个角色的扮演者 我们面试了 我面试了1400人 但是给我递简历和casting资料的演员有15000人 我面试完这1400人之后 最终选择了二十几位年轻人进入到训练营里面 再经过六个月的专业的训练 然后在中间纳然经历了四次考核 因为他有很多的竞争者 跟他一起在争取这个角色 最终他赢得了这个角色的扮演的机会 我觉得他是因为自己的优秀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经典角色的机会 我们要谢谢纳然的付出努力还有坚持 那么袁玄老师呢 为什么选择了他来试验这个角色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袁玄的表演 还有他这个人的性格 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能够跟他有一次合作 然后这一次呢 虽然角色的戏并不多 但是非常的关键 他们两个其实代表着女性角色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所代表的意义 江王后这个角色代表着非常 非常贤良淑德之大义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我觉得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才能够扮演 所以我觉得袁权就是我的最佳的选择 所以当时把剧本递给袁权的时候 我也很歉意 我说角色戏并不多 但是我特别希望你来个试验这个角色 因为太重要了 唯一能够阻挡阴寿作恶的 可能就是江王后了 完全有这个力量 可以用他的表演 可能能够让伤亡阴寿产生一点动摇 或者是也许会悬崖勒马 我也不知道 但看来故事结果不是这样 我们不能剧透了 要等到影院去见分晓 那我们请纳然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第一次的电影即将和大家见面 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我非常的开心 风神几步让我认真成为了演员 我非常感谢导演的信任 感谢剧组每一位老师 和我对手系的演员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耐心 我今天是对我的时候 是一非常重要的日子 谢谢 谢谢期待着纳然的第一部作品 纳然在电影当中呢 也是特别专门学习了舞蹈 里面有一场独舞的戏 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向大屏幕 就能够看到纳然的这张海报 纳然今天在现场 能不能即兴也给我们 来一点舞蹈的手势的展示呢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足以展现这个 妖娆的婀娜之姿啊 我相信更多的还要在电影当中去看 更加的精彩 那袁拳老师呢 这一次加入到这部电影当中呢 听说还有另外的一层原因 听说这一次是 袁拳老师的圆梦之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看一个小视频 来 看看菲菲的高雄 一九一 你这么帅啊 这是我死之后的偶像 真好 姐姐 姐姐 陈谦渊以此名字 算大王迷途之败 千万要控制住我激动的心情 没想到都被拍下来了 这手的夏宇放合适吗 夏宇老师刚才心情很复杂 是吧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袁拳老师是这样吗 参与风神的原因 究竟是因为飞翔老师 还是因为风神呢 飞翔老师当然是 非常重要的原因 真的觉得 就是小时候是崇拜的偶像 但是当在现场 看到费老师的时候 他是伤亡的那个样子 看到他每天 为这个角色的付出 你会觉得 这么多年的欣赏 喜欢崇拜 都是值得的 这个人值得 然后 最跟上最早 说想要参与风神 是因为接到 沃尔山导演的邀约 我记得第一次 到沃尔山导演的现场 是当时夏先生 在拍《寻生绝》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探班 我悄悄地进来 然后坐在监视器 靠后一点的地方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那儿 我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他们拍了 很重要的一场 在水上的戏 是快到结尾的时候 当时有摄影师 有各个部门的人员 都上来跟导演说 各种问题 然后 当时沃尔山导演 他整场戏 坐在监视器前面 他给我的感受就是 他是一个 会排除所有的干扰 极其有定力 在监视器后面 全力地支持 演员 去进行表演的 那个人 当时有一种 巨大的信任感给我 因为我是悄悄坐着的 所以 所以你当时 肯定不是在演一个导演 我没有表演能力 是的 所以那一刻 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一天 导演 希望我能够出演 他电影里的 任何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都愿意 谢谢 谢谢 原来这是 袁全的双缘梦之旅 一方面是原了 和费翔老师 合作的梦想 还有就是和 乌尔善导演 合作的梦想 我想这也是好的 导演和演员之间的 这份惺惺相惜 刚才我看到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黄渤老师也很激动 因为您上次 在上影节的时候 也说过 费翔老师也是 您心目当中的 第一代男神 对吗 在座的谁又不是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费翔老师的 这个粉丝有多少 掌声我听一下 好不好 哇 你就知道了 小的时候 我们对着一个 那么小的电视机 我们从小 这个就写 所以说那个 根深蒂固 那个英俊的 那个男神 然后听说到 很多的传奇 然后没想到 就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要努力 你终有一天 你会跟你以前 见到的一个神 站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呢 也邀请两位 和费翔老师 完成一张 圆梦的合影 我们有请 原权 黄渤 还有费翔 一起完成一张 合影 来 费翔老师 站在中间吧 看向前方 我们一起来 记录一下 这个圆梦的时刻 好 我们也期待着 各位在电影当中的合作 那么呢 也要谢谢纳燃 谢谢袁全 期待着你们 在电影当中 精彩的表演 谢谢 请到台下 稍事休息 谢谢各位 梦想成真的感觉 真的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 请上的是 电影当中的 质子们 还有非常重要的 青年演员 让我们有请 主演于世 陈牧驰 侯文远 黄熙燕 和杨乐 有请各位登台 好 我们请各位来打个招呼 最闪亮的 最闪亮的 要站在C位上 来 谁先来 于世 大家好 我是演员于世 在风神第一部中 饰演激发 大家好 我是陈牧驰 在风神第一部里 饰演音娇 大家好 我是演员侯文元 在风神第一部中 饰演崇英彪 大家好 我是演员黄熙燕 在风神第一部里 饰演江文焕 大家好 我是杨乐 我在风神第一部里面 扮演博弈考 谢谢 谢谢 欢迎各位 选择了这么多 优秀的新人演员 还有优秀的青年演员 还是通过海选 他们也是经过 这一万五千人的海选 一千四百人的面试 最终他们进入 训练营里面的 二十几位年轻人之一 他们经过四轮的考核 六个月的专业的训练 最终赢得了 他们各自的角色 我觉得他们 每个人都非常符合 我对这个电影里面 这些年轻演员的想象 形象英俊 身体健康 气质挺拔 我觉得符合我 对上古的那些英雄时代 神话世界的一个想象 这些演员呢 在电影当中 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汗水 也收获了成长 那么现在呢 就让我们通过视频 来看看他们究竟是 怎样训练的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还能拍 看到了大家对待 这部作品的这种热情 对 这场戏 他们拍了24个小时 他们整个工作 从出工到收工 拍了24个小时 所以刚才 那个李云瑞 因为今天没有到场 他说的那句话是 我们还能拍 再拍24小时也没问题 我相信大家已经 决下了非常深厚的情意 这也是你们的 演艺生涯当中 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我们也请各位来 和大家说一说吧 电影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 于是你先来 这一天真的等了太久了 我觉得 我还是先安利一下 这个电影吧 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新人演员 就是在座的 还有我们下面的小伙伴 至子旅的伙伴 我们都是新人演员 然后能够进入 这么专业的团队 和乌尔善导演合作 我觉得 真的非常幸运 还有这么多前辈 给予我们的帮助 我觉得 这就像是一场造梦 就是 这个电影可以让 观众 回到三千年前 回到上古时代 我们营造了一场 非常真实的梦 在荧幕上 带给大家 不光有视觉上的盛宴 我觉得 它的内容 也是 有着很多普世价值的 有亲情 兄弟情 还有对与错 抉择 善恶 我觉得这些 也会让观众 看了之后 有很多的反思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都走进电影院 带上自己的朋友们 一起去看 《风神第一部》 谢谢 谢谢 也期待着 于是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接下来 请牧师 来和大家说一说 非常荣幸 能够参演 《风神第一部》 因为在《风神第一部》里面 有这么多优秀的前辈们在 然后他们代表了 各个年龄的代表 有老年的 有中年的 所以我们这些青年的演员 我们要直冷起来 就不能掉链子 所以说 我觉得我演完这部片子 也是想给一些青年人 传递一些精神 我们要做一个君子 哪怕就是 最后的结果 是可能自己无法接受的 但是我们要敢爱敢恨 去面对发生的一切 坚守自己内心的正直 谢谢 谢谢 能够感受到这一身正气 那文元呢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导演 能在《风神》 这么大的一部影片里面 给我一个新人演员 这么重要的角色 我特别特别感谢 然后拿到这个角色呢 在我完成它的期间 我深刻地体验到了 一个演员 是如何一步一步 去感受角色 去完成角色的 也是为我的 之后的演艺生涯 种下了一个种子 我特别特别感谢风神 特别感谢风神 三部曲剧组 谢谢 谢谢 西燕 首先还是要先 非常谢谢导演 给我这一次机会 能够出演这个角色 然后这是我们 质子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训练 然后一年多的时间 拍摄出来的 我们是非常真心 真诚地在 跟大家共同努力 创作的一部神话史诗电影 所以大家一定要 尽也尽愿支持 谢谢 谢谢 我相信魔力的过程 也是一个演员练成的过程 那费翔老师和这个 质子旅有着非常多的合作 拍戏也留下了 很难忘的经历吧 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难得 因为我看到完成片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感觉 这些演员 是从来没有演过戏 当时是第一次演戏 不要说拍电影 所以今天呢 我要赞扬你们 每一位还有纳然 我会觉得就是 非常非常难得 你们能够完全地实现 这些角色 做得特别棒 特别棒 谢谢 谢谢费翔老师的鼓励 黄博老师呢 您在片场看到 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待得比较近 因为这些 这些 叫 该怎么说 这些小伙子们 对 其实他们 很简单 就是来了以后 那个冲劲也简单 然后呢 他们练的也简单 经常在我的耳边 充实着各种台词独白 就在旁边 在练的 有的人已经开始笑了 有什么陈道明的独白 有谁的独白 各种就在旁边练 其实他们就是觉得 自己对于 语言 对于台词 还是需要有一些 很好的训练 甚至于 其实 包括我说 那个 此杀 对 此杀 还有于是 他们后来 弓箭练的 已经是箭无虚发 是真的箭无虚发 真的是在 骑马的时候 练弓箭的时候 就可以射中目标 更不用说平时 包括他们平时 练的那些 刀术啊 棍术啊 就是那个挤啊 就是完全是练出来的 这个 有的时候觉得 好像是我们是摆出来的 但是他们真的做到了 所以说 付出就会有收获 所以就会 留在荧幕上 有这么多精彩 相信他们练就的是 一生的真本事 是 那在黄渤老师身边的杨乐呢 这一次在电影当中 扮演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 饰演的是博弈考 而且呢 和李雪剑老师有着 非常重要的戏份 是的 您也来分享一下 在电影当中的拍摄吧 我说起来 其实很惭愧 因为我没有和 智子弟们一起参与训练 和这一套整体流程 但是我同时很高兴 能够参与到 这么大的一个制作 工业化如此 之前沿的这么一个剧组 并且同时能够目睹 可能这是我们未来 中国电影的希望 未来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已经发生 同时又有导演 又有飞翔老师 又有伯格 还有雪剑老师 他们像灯塔一样 其实在每一场戏的时候 都在照耀着我们青年演员 我觉得真的 对于我来讲 是一件特别幸福 同时真的也是 特别高兴 特别感恩的这几个月 我特别感谢风神 谢谢 谢谢杨乐的加入 我们也相信 在杨乐的身上会看到 表演艺术真正的传承 那于是呢 这一次有和兄长的对戏 还有和戏中的父亲 李雪剑老师的对戏 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和兄长的那场戏 我按您这个顺序说了 和兄长的那场戏 应该就是他去劝我 让我俩多年不见 他救了我一命 被这彪哥一顿胖揍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谈话 然后紧接着跟着剧情的发展 就是整个戏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场戏 对于激发 我和雪剑老师 也是戏中我的父亲 在地牢里有一场交流 雪剑老师 记上我的父王 有跟我说 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 你是谁才重要 其实当时我演这场戏的时候 雪剑老师传神的表演 就已经让我真实 当在那会儿 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光是激发的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当时作为余世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台词 我觉得编剧老师 真的非常厉害 就是非常精湛 我觉得这个台词 在影院 我相信有很多观众 听到了一样会思考 因为它不光是3000年前 在任何时代背景下 这都是一个人类 需要去思考的命题 所以那场戏 也是雪剑老师的表演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谢谢 谢谢哥 谢谢 看来鱼是真的是 非常用心地 对待自己的角色 我想这也是导演选择 这么多新人演员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3000年历史的神话故事 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能够在同中找到共鸣 那我们也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所有的青年演员们 谢谢他们为这部电影的付出 谢谢 谢谢你们 来我们有请智子们 到台下就坐 还有杨乐 谢谢各位 好 那么刚才我们分享完人的故事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仙人们登台了 让我们有请夏宇 紫沙 武亚凡 有请三位 好 我们还要非常隆重地邀请 陈坤老师 因为最重量级的要压轴登场 这是我们这个仙界里边官最大的 我们师父 师父压轴登台 您站哪儿 欢迎各位 我们先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夏宇 在风神第一部里面扮演神宫豹 紫沙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紫沙 在风神第一部里面饰演杨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吴亚凡 在风神第一部里面饰演哪吒 看看哪吒都长多高了 大哪吒 来 我们最大的boss 我叫陈坤 我在这个风神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原始天尊 欢迎原始天尊陈坤 那我们先请夏宇老师来说一说吧 深宫豹的形象 您是做了什么样的设计呢 听说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手势 这个深宫豹的设计肯定不是我设计的 这是我们导演还有我们的美术老师 他们把我打造成这个样子的 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说了这个沃尔山导演是 是最喜欢把我给变形的一个导演 就是很多别人不认为我能演的戏 演的角色 然后沃尔山导演都找我来演 对 他觉得我都能演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离我也非常遥远的一个角色 然后沃尔山导演就还是跟《寻龙爵》一样 就是说你可以 你来演吧 然后因为你会变魔术 我说变魔术这跟着神宫豹 也行吧 反正他你就演一个魔法师 对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是基本上 演了一个黑暗魔法师这样一个状态 您那个手势能不能现场还原一下教教我们 看看大家能不能做得出来 其实这个手势还真的是挺容易的 就是因为当时导演就说你能不能让他做一点不太一样的手势 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是 陈坤老师在跃跃欲试 模仿一下 其实我手也没有那么柔软 但是我其实他当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多做一些这种手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手没那么柔软 所以我就编了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可以很快站到一起 那就这样 但是又要不一样 但是我那个角色里面 他是贴着指甲的 他是长指甲 对 所以有那个长指甲以后 我觉得就把我的手去 看上去还挺好看的 然后不太一样 好 我们期待着夏宇老师在电影当中 不一样的法术的呈现 那么此沙和我们哪吒的扮演者 这一次是江子牙的左右护法 对吧 此沙先来说一说吧 这次和黄博老师合作的感受 其实我也是一名质子 我是师叔安插在 阴寿周王身旁的卧底 开玩笑 说实话 我特别的激动 像今天这样来到了这一天 真的可以说是用热烈盈眶来形容 我就稍微简单地 就是分享一下我这个 怎么成为养检的过程吧 我长话短说 这个语速比较慢 其实 我在 我是大梁山的 然后和 抱着一腔热血 想要做演员的这个梦想来到北京 然后何其荣幸 遇到了风神团队这样的训练营 我刚刚去训练营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过了 然后第二次面试淘汰了 当时还在学习汉语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不是汉语 就是学习普通话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就回到去上学 但后来又通知我去试一试 可能是导演团队 还是CASTI团队 知道我学 好像从小就会骑马之类的 然后我去试了 结果一试就试了六个月 后来还争了成神仙了 那这六个月 其实我跟我的小伙伴们一样的 就是一起起床 一起吃饭 一起训练 一样的课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 就是 快要达到导演心中的那个质子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说 把质子的课程取消吧 你去练杨姐的东西 把武术 马术都取消 然后练三架两刀 练威亚 那是我第一次练威亚 那一刻真的是又惊又喜 因为惊是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离这个杨姐特别遥远 渴望不可及的这么一个形象 喜是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我就去试了 试了之后压力也特别大 幸好导演给了我很多课程 比如说每天拿着手机 在自己的卧室里面练眼神 因为我之前也是 怎么说呢 比较野的孩子吧 就是野孩子 就是干就完了 冲锋 这种 但是现在跟质子跟杨姐特 完全两个形象的那么一个感觉 我已经感受到 此杀普通话的进步了 这个表达欲望都非常强烈了 现在 谢谢 我们期待着此杀在电影当中 杨姐的精彩的呈现 快我们也有请 哪吒的扮演者和大家来说一说 这一次参演的感受 首先呢 我是一个从五校出来的孩子 当年是几岁 当年是十岁左右 十岁 可能我是一名新人演员 在戏中的一些细节 摳得不够细 可能 是非常不够细 可能是一个新人演员 我是一名新人演员 我的师叔在现场 就是 他会跟我去说 这个台词会是 以什么样的心情 或者是状态 然后去 怎么去表达这个台词 把这个角色 想要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感受 就是体验给 体验给大家吗 有点紧张了 有点紧张了 挺好挺好 而且 你真的是仔细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海报 再看一下 这个看出来它的变化 我们能够看到时间的模样 你知道 我们一起在电影院当中 去领略我们这个哪吒 在其中的精彩的演绎 那么我们接下来 请陈坤老师来发演吧 这一次饰演的是原始天增 找到神仙的感觉了吗 我是中途去了现场 我拍了十几二十天 没有知道怎么演神仙 但是呢 去之前的导演就给了我很多 各种发原始天增 在各个画图画里面的形象 我也是战战兢兢的 反正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相信老吴 因为他是一个 我曾经合作过的导演里面 真的给我像全说的 很有定心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可以我去试 同时也有一种状态是 反正错了的话 他会告诉我的 最主要是我也有一位偶像 在这个戏里面会出演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只要出现他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点赞 就是雪姜老师 所以也是我来去演 老吴这个 原始天增 特别重要的一个奇迹 当然对于老吴来讲 他一个角色 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实验 我一定会去争取去 同样的我也很希望 能够去看到 我的偶像的表演 我曾经记得 我们拍《巡龙爵》的时候 雪姜老师他们就在隔壁棚 我就偷偷过去看他演戏 所以这次我看到雪姜老师 我看了一段 他跟他的戏 我热泪盈眶 我也希望 可以在舞台上向你表达 这也是我来 风神特别大的收获 谢谢导演 谢谢 这也是 陈坤的《原梦之旅》 这一次演了 《原始天增》之后呢 有网友做了一个表情包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包 神仙保佑 来吧 我们有请坑哥能不能 还原一下这个首饰 然后也为大家送上一些 美好的祝福 首先我们为情侣们 送上一个祝福吧 好吗 比着这个首饰 情侣 有爱之人 没事 你就做首饰行了 我给你配音 OK 一二三 老黄 祝有情人 终成眷属 好 再来一个 非常不错 再来一个 我们再来一个 往哪个方向去 接下来我们是放榜的学子们 好吗 高考的学子们 祝学生们学业有成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祝看风神的观众们怎么样 好 来 祝风神票房大卖 观众 兴高采烈 赞誉生生不断 密钥延期 密钥延期票房大卖 一直延到第二部上映 一直延到第三部 希望我们这种热度 持续不断 那么刚才陈坤也讲到 加盟这部电影 也是源于自己心目当中 特别敬重的前辈 李雪剑老师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全场 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李雪剑老师 欢迎您 欢迎李雪剑老师 雪剑老师 先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很高兴 我能为风神这一步 在咱们生活电影博物馆 和大家一起 找这个机会 我能也示范好奇 他 是咱们的摄影师 毛雨 他向导演推荐了吗 他向导演推荐了吗 导演起用了吗 全世界都包了吗 我才有机会 下来的 是咱们生活电影博物馆 自己的神话实施大片 是咱们生活电影博物馆 是咱们的观众 见面了 是咱们的观众 说到了一场戏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通过视频 来领略一下 李雪剑老师 在电影当中 动人的表演 我们来看大屏幕 你敢说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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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敲出我的味道 来不及 来不及 一声笑着哭泣 来不及 来不及 人要伤 给你提 春日以下山里 这场戏在电影当中 非常的重要 雪剑老师 您还记得 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的情形吗 谢谢导演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编剧 写得好 这是其中一点点 这个机会 那么想起了两句乐话 福射手段 最好姐 福射手段 在游戏 第一句 现在 相助王 第二句 向着周文王 周文王 为了实现 他的初衷 他承受了 人类无法承受的 他承受了 七十大路 后头他还 犹豹认罪了 最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小儿子 最后 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他从海奸 在 hatch 太原献 安全之鑼 躁了 宝贝 宝贝 瓶子 往往 宝贝 所以 所以 深属 受忍了 宝贝 所以 即 深属 水 数 他吃了他兒子,也許他的小兒子把這個腦袋帶到了二父,三父。 那麼周文王,他的初衷是什麼? 那麼,他的初衷就是讓他弱小的國家變強大,讓他平同的國民住起來,有好運的過。 這就是周文王的初衷。謝謝。 謝謝。我們能夠感受到雪劍老師對這個角色,他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所以才能夠在電影當中把機昌這個角色真的演活了。 謝謝您的付出。今天剛才陳坤說自己是圓夢之旅,我也邀請你一起來拍一張合影吧。 也拍一張剛才一樣的圓夢的合影。來,我們現場的朋友們一起來見證。 三,二,一。 好,那麼。 等一下,我也湊一下。 你也湊一下。 一會兒我們還有大合影。 先來一張,來。 三,二,一。 好,那麼接下來呢,我們要邀請各位主演登台一起完成大合影。 有請余氏,陳牧石,納然,源泉,侯文元,黃熙燕,楊樂登台。有請各位,我們一起來記錄今天這樣的重要意義的時刻。 好,我們有請各位,導演和雪劍老師站在中間吧。來。 快快快快。來,我們邀請各位先拍一張合影。來,我們看向前方。好。 來,先看主機位。三,二,一。 好,那接下來呢,邀請各位來做一個手勢。 那麼就是我們用左手握住右手,用右手握住左手的大拇指。 這是代表著太極的這樣的禮儀手勢。來。 雪劍老師,我們請導演來教一下您。 好,準備好了嗎?我們先看向左邊好嗎?來,左邊。 三,二,一。好,我們來看右邊。三,二,一。 好,我們再看向中間。三,二,一。 好,謝謝各位。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要有請出品方的代表登台北京文化董事兼董事長李莉。 北京文化董事兼總裁顏雪峰。 電影《風神》第一部的製片人羅珊珊。 世紀《長生天影》夜有限公司出品人吳學軍。 電影《風神》第一部的製片人孫葉、吳爾汗。 監製江志強、編劇染平、編劇染甲男。 美術指導造型指導葉錦天和攝影指導王玉。 有請各位。 我們請智子們坐在前台。 好。 來,我們緊湊一點,站在舞臺中央。 好,大家再緊湊一點,來。 。 那邊還缺兩位。 誰站過去? 來,來,來。 再來一位就夠了。 好。 好,我們看向前方吧。 來。 3、2、1。 那我說7月20號,風神。 我們一起說票房大賣,好嗎? 7月20號,風神,票房大賣。 謝謝。 再次感謝所有的主創。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電影出品方的代表。 謝謝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們的麗麟。 讓我們相約,風神第一部,影院見。 謝謝朋友們,再見。 謝謝。